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全球范围内,当前,整个电子消费市场都在面临全方位的寒潮,从手机到电脑的电子产品销售正在放缓。 因为消费者在通膨加速和利率上升的背景下,各国消费者们普遍削减支出,这也令消费电子晶片制造商们倍感几分压力。 近几个月而来,全球主要晶片制造商纷纷警告称,随着库存增加,数据中心和消费电子客户普遍削减订单,这也令他们面临的市场形势更加严峻。 台积电本身也在近日传出了砍单传言,令市场的担忧情绪进一步加重。 据台湾电子时报11月上旬的报道,业内人士称,由于台积电IC设计客户大力砍单,台积电7奈米产能利用率已跌至50%以下,预计2023年第一季度跌势将加剧。 此外,受到7奈米及6奈米产能利用率急速滑落影响,台积电高雄新厂员7奈米制程的扩产,也被官方多次证实已经暂缓。 高雄厂员规划两座工厂,但台积电总裁魏哲家,此前在10月业绩会议上已说明,高雄厂计划会略做调整,7奈米方面将略有调整,28奈米部分将按进度进行。 随后,魏哲家在11月中上旬再次澄清,台积电高雄厂的7奈米计划只是暂时延后,并不会改变制程。 做出如此改变,这与台积电主要客户、研发科、AMD、高通、苹果与英特尔等下游厂商目前都在缩减订单,并延后拉货不无关系。 此外,晶圆代工行业也受到了美中科技战的打击。 华盛顿制定了限制措施,试图压制中国咄咄逼人的野心,并正在将更多半导体新专案,吸引到美国西海岸。 台积电11月上旬表示,除了已经在亚利桑那州建造的价值120亿美元的综合设施外,若未来客户需求明显,还可能准备在美国建造另一座工厂。 这表明台积电在更广泛的科技低迷时期充满信心。 据悉,瑞银近日表示,台积电将能控制在美国扩张,所带来任何对其获利能力的不利影响,因为该公司的目标是逐步增加在美国制造晶片的产能,同时在高效能运算HPC市场取得关键进展。 台积电10月中旬公布的第三季度销售额高于预期,约为202.3亿美元,毛利率为60.4%,营业净利率50.6%,报告期内,台积电5奈米的出货量占总晶圆收入的28%,7奈米的出货量占26%,7奈米及更先进制程占晶圆总收入的54%, 不过,业内有商,例如三星电子,美国CPUGPU晶片制造商AMD营收均低于预期,介于台积电的股价,今年已经下跌了约三分之一,还是受到了投资者的日益担忧。 尽管近期传出砍单传言,不过台积电10月的营收数据也许会改变一部分人的想法,台积电10月份的销售额增长了接近六成, 这表明这家全球最大的晶片制造商继续经受住电子需求广泛放缓的影响。 根据台积电11月上旬发表的,2022年10月份营收报告显示,10月合并营收约为21002.66亿元新台币,较上月增加了1%,较去年同期增加了56.3%, 为历年同期新高,为历年同期新高,这也是连续三个月营收在2000亿元新台币以上。 台积电今年8月营收约2181亿元,曾创单月营收新高。 而且台积电因台币贬值而受益,台积电2022年1至10月,魏济营收约为1.85兆元新台币,较去年同期增加了44%。 从最新的月度报告可以发现,台积电单月营收又实现了较大突破。 在全球经济下行的大环境下,台积电依旧能够保持逆势增长,不得不说台积电真的很厉害。 从这也能看出,半导体行业很赚钱,特别是像台积电这样的全球第一大晶圆代工厂,赚钱速度都快赶上印钞机了。 台积电能有这么赚钱,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作为全球第一大晶圆代工厂,台积电在半导体行业的影响力非常大,基本上像苹果、高通等大客户都会找台积电下订单, 再加上受到之前供应链不稳定等因素影响,晶片存在严重短缺,所以台积电能这么赚钱也就不难理解了。 不过,就算台积电加班加点的生产,扩大产能也很难满足较大的市场需求,所以现在的晶片价格还在不断上涨。 另一方面,台积电在晶片代工领域处于无人能敌的地位,在这个领域几乎没有很强的竞争对手。 目前能够大规模量产5奈米、7奈米等先进工艺的晶圆代工厂,除了三星以外,就只剩下台积电了。 而三星在这些先进工艺的成品率并不高,这也让大部分客户会选择实力更强的台积电,所以台积电自然就更赚钱了。 不仅如此,台积电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去年8月还提到了晶片代工的报价,这也让台积电赚得盆满钵满,预计今年第四季度,台积电的营收和净利润还能实现较大增长。 另外,市场调研机构Strategy Analytics最新数据显示,台积电在智慧型手机应用处理器AP,代工市场份额将在2022年达到历史新高,约为85%。 自从去年高通的骁龙888和骁龙8 Gen1出现频繁发热降频以来,三星的4奈米工艺可以说是受到了重创。 无论是晶片、手机厂商还是消费者,对于三星4奈米工艺都并不看好,也不再信任。 相反,采用了台积电4奈米工艺的联发科天机8100、天机9000以及苹果A16晶片则表现相当出色。 此外,由于消费者对于高通骁龙888以及骁龙8 Gen1的严重不信任,高通在第二季度末又推出了。 采用台积电4奈米工艺的骁龙8 Plus Gen1总算是止住了之前的颓势,但无疑也对三星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目前仍在采用三星4奈米工艺的晶片大厂,几乎只剩下Google的自研处理器。 不过从有关博主的测试来看,效能表现极为不佳。 目前市面上主流的行动端的旗舰处理器几乎清一色地采用了台积电4奈米工艺,而三星4奈米则沦落到了无人问津的地步。 可以预计的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台积电在晶片代工领域仍将占据主导地位。 不过在明年或后年,三星和台积电步入三奈米工艺时,不知道两家的差距会是如何,但大概率估计会持续扩大。 总的来看,台积电能够成为全球第一大晶圆代工厂,与其大力研发新技术有大关系。 如果不是台积电坚持把每年营收的8%投入研发,不断提高晶片制造的工艺水准,估计也很难在半导体行业取得这么高的成就。 各个行业都在往智慧化方向发展,比如家电与汽车行业,这也使得各行各业对晶片都有着较大的需求。 可以预见的是,像台积电这样的晶圆代工厂,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依旧会相当抢手,等半导体下行大周期结束,台积电影收在出现新的高度,也是可以想象的。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请不吝点赞,订阅,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